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上这个疾病入侵与防御 好 那我想今天主要还是要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想想看如果说我们要讲到这个疾病的防御入侵 我们会我们会首先介绍到一些就是跟这个维生物有关的 好 我想大部分的维生物可能跟我们的一些疾病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一开始这堂课我会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常看到的一些病毒以及引起我们生病的一些细菌 好 那之后呢还会跟各位再介绍一下有关我们的免疫系统 因为我们也会讲到防御的部分 OK 首先大家来看一下病毒 大家知道什么是病毒吗 OK 病毒是什么东西 蛤 OK 这投影片给各位看病毒的整个结构相当的简单 你可以看到病毒就是长这样子 有一个小小的蛋白质外壳 然后里面呢 包含的就是它所谓的遗传物质 DNA或RNA的部分 好 那记得一点就是所谓的遗传物质如果是DNA的话 我们称之为叫做DNA病毒嘛 对不对 那如果它的遗传物质是RNA的话我们叫做RNA病毒 那一般来说病毒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结构 你可以看到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蛋白质外壳 相当的简单 里面包的就是它的遗传物质 好 那举例来讲这个Adenovirus Adenovirus是一个DNA病毒 好 那旁边这个呢 Influenza virus是什么 各位知不知道 流感病毒嘛 对不对 那流感病毒就所谓的RNA病毒 好 你可以看到里面它包含的 就是它的RNA的部分 Capsid主要是它的这个蛋白质颗体的部分 好 那通常有一部分的这个病毒 你可以看到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RNA 或DNA这些遗传物质之外呢 一些蛋白质的这个这个颗体Capsid之外呢 它还会有所谓的这个 Uter Memorous Envelope 指的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外套膜 OK 那基本上你可以发现就是 这边有讲 病毒的大小非常的小 大概0.2到2个micron 2个micrometer左右 OK 所以是相当的小的 那它的结构也很简单 OK 那我想来问各位 你们觉得病毒是不是算是一个生命体 不算 为什么它不算是一个生命体 为什么 刚那位摇头的 嗯 你很明确的跟我讲 它不是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它不是 它有遗传物质耶 它不会有生命的现象吗 嗯 你指的是说它自己存在的时候 它不会有所谓的生命现象 那就扯到就是说一般人认为就是说 它只要离开了寄主 它没有寄主的话 它就没有所谓的生命现象 没有办法繁衍它的后代 OK 所以一般来讲 大家认为说它不是一个生命的个体 它必须要靠着寄主来存 来存活 寄生在寄主里面 好 OK 好 那基本上这张图给各位介绍一下整个病毒 整个病毒的生活史 那这边是用一个Bacteria Fudge 指的是 氏菌体 好 各位知道就是说 有些病毒会感染我们的细胞嘛 对不对 哺乳类动物的细胞 或者是 有一些病毒会专门感染细菌 那这一类的细菌我们叫氏菌体 OK 好 那你可以基本上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就是说 整个氏菌体的生活史 好 那一开始就像我们像 像我们刚刚讲的 病毒有一个很简单的外壳 里面有它所谓的遗传物质 那它在感染寄主之前 它必须要先附着在这个 寄主的表面 就所谓的attachment这个步骤 好 一旦附着在寄主表面之后呢 第二个步骤你看看 发生了什么事 它会把它自己的遗传物质 这边是用一个DNA病毒来当成一个例子 它会把它的DNA呢打到这个 寄主当中 好 那之后呢你会发现整个病毒的生活史 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好 一类呢叫做Lytic Cycle 好 另外一个叫Lysogenic Cycle 好 也就是说溶解性的周期 跟潜溶性的周期 好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你从这个图可以清楚的看到 有一些病毒呢 它就是把 在这个 把它的DNA送进去寄主之后呢 它会迁入到这个寄主的DNA当中 OK 那就是利用一个 类似寄生的方式 随着这个寄主的细胞分裂 来复制它自己的DNA 也就是类似一个潜溶性的一个状态 寄生在这个寄主当中 好 那另外一类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Lytic Cycle 你可以看到就是 当这个病毒 脱离了这个Lysogenic Cycle之后呢 它会跑到这个Lytic Cycle 好 那在这个步骤当中 你会发现就是说 它会大量的复制它自己 所需要的蛋白质 以及它自己的DNA 那之后呢 好 等到这些蛋白质 DNA组装完成之后呢 它们大部分会离开这个寄主 OK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往往你会发现寄主会被杀死掉 OK 所以你可以大致的看到就是有 有这两个 有这两个很重要的这个 它的生活史 好 一个是就是寄生在里面 那另外一个呢 基本上是会把 会大量的复制它自己 然后脱离这个寄主 OK 所以Lytic Cycle跟Lysogenic Cycle 各位有没有问题 可以吼 好 OK 那在这边就是用一个更详细的 图给各位看 它大致上分成哪几个 哪几个部分 好 有所谓的Attachment 好 那通常你看在这个Attachment的步骤 会发生什么事 通常都是在这个病毒的表面 会有一些特别的蛋白 OK 跟寄主的表面 会有一些专一性的结合 好 那透过这些蛋白质的互相辨识 病毒才有办法感染特定的寄主 OK 所以Attachment的步骤 通常会有一些表面 病毒表面的蛋白来做辨识这个工作 好 那你看到第二个步骤是什么 所谓的Penetration 你看这个图画的是什么 OK 基本上这个病毒 附着在这个细胞表面之后 它会跑进来 跑进来之后呢 它的这个DNA会曝露出来 OK DNA跑出来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OK 我们刚讲到病毒的生活史 它DNA跑出来之后做了什么事 还记不记我刚刚讲的 OK 它有可能会跑到细胞核里面去 插到寄主的DNA嘛 这我刚刚是不是有讲过 好 另外一部分呢 好 你看这边图画了 这个DNA跑出来之后呢 它会跑到第一个先跑到细胞核里面去 跑到细胞核里面去做了两个动作 第一个它有可能复制它自己的DNA 好 第二个呢 制造出MRNA 然后再制造出蛋白质 OK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画的 这个图给各位看到是DNA 好 跑进来之后呢 跑到细胞核里面去 当然这个DNA呢 有可能插到寄主里面去 有可能呢 就直接制造出这个MRNA 然后再跑到细胞质里面去 合成各式各样的蛋白质 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制造出来的蛋白质呢 又跟这个病毒本身的DNA呢 可以再做一个组装的动作 好 最后呢 可以脱离这个寄主本身 OK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 有所谓的attachment 所谓的penetration OK 然后所谓的biosynthesis 也就是生合成的部分 制造病毒本身自己的DNA 或蛋白质 然后呢 maturation 这些制造出来的蛋白质呢 跟这个DNA呢 可以做一个组装 OK 然后最后会有一个release的动作 也就是病毒成熟了之后呢 它会脱离寄主 OK 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咯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 这个 所谓的biosynthesis biosynthesis这个步骤呢 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刚刚讲了它做什么用 它做什么用 我刚刚讲过了 麻烦你们 给我一点 response 它做什么用 biosynthesis是做什么用的 OK 你看到这个biosynthesis 我刚刚是不是讲说 它是一个生合成的步骤 对不对 OK 那为什么这个生合成的步骤 要先让DNA 可以跑到细胞核里面去 然后再跑出来做这些蛋白质 然后再跑出来做这些蛋白质 why 为什么 前几堂课有没有教过所谓的 transcription translation 还记得那是什么东西吗 OK 什么是transcription 什么是转入 完全疑问三不知吗 还是你们 你们对于这个东西 没有太大的那个 什么是transcription 什么是转入 OK DNA变成mRNA 还记得吗 那什么是转易 mRNA变成蛋白质 对不对 OK 所以基本上病毒也有 所谓的transcription 跟translation 它主要呢 是利用记组本身的这些 这些这些蛋白质 这些 这些工具 来做它自己的DNA和蛋白质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刚刚的问题是说 这个biosynthesis的步骤是怎么样 病毒的DNA进到细胞之后 它一定要跟 它一样要跟着 跟这个这个记组本身一样 因为记组本身DNA也是在细胞核里面 对不对 OK 所以它第一个步骤就是先跑到细胞核里面去 跑到细胞核里面去呢 它会先做出mRNA OK 这是病毒的mRNA 所以跑到这个 这个叫什么 核糖体 还记不记得 核糖体是做什么的 核成蛋白质的地方 OK 所以这RNA做出来之后 会跑到核糖体上面去 做出病毒的蛋白质 OK 这些病毒的蛋白质呢 跟这个DNA呢 再组合 OK 好 就是所谓的 我们刚刚讲所谓的maturation的步骤嘛 对不对 OK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所谓的release 也就是等它这个蛋白质DNA组装完成了之后呢 它就脱离记组了 OK 所以基本上整个病毒的 的那个 的这个生活史 它在记组当中呢 的一个复制还有制造的一个过程 事实上是跟这个记组本身是有关系的 OK 它会随着记组的细胞分裂而分裂 利用记组的这些工具来做自己的transcription 跟translation 这样可以吗 好 好 那我们刚刚一直讲到这个是所谓的DNA病毒 我们接下来讲这个是所谓的RNA病毒 那DNA病毒跟RNA病毒的差别在哪里 各位还记不记得 我刚刚才讲过 看嘛 差在哪里 大声一点 里面的遗传物质 一个是DNA 一个是RNA 对不对 OK OK 所谓的DNA病毒 它的遗传物质就是DNA嘛 RNA病毒 它的遗传物质就是RNA 那DNA病毒 跟RNA病毒 在感染剂组的时候 是不是可能 因为它 由于他们的遗传物质是不大一样 他们的生活史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OK 还记不记得我刚刚讲的transcription指的是什么 转入 OK 转入是什么 DNA变成RNA的步骤嘛 对不对 好 那假设今天它是一个RNA病毒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像这个流行性感冒病毒 或者是我们这边所讲的HIV是什么病毒 大家知道吗 HIV是什么病毒 蛤 艾滋病毒 有听过吧 OK 那HIV跟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流行性感冒病毒 都是所谓的RNA病毒 那这一类的病毒在感染剂组之后发生什么事 它的遗传物质是RNA嘛 对不对 那它如果要像刚刚这个DNA病毒一样 好 我们回到上一页 这个是所谓的DNA病毒嘛 它是用DNA当成它的遗传物质嘛 对不对 可以吗 那这个DNA是不是先跑到细胞核里面去 我刚刚讲了 那RNA病毒呢 它没有DNA那怎么办 它没有DNA怎么办 一般的RNA病毒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它跟DNA病毒不大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必须要经过一个步骤 叫所谓的reverse transcription OK reverse transcription的这个步骤就是把病毒本身的RNA 变回DNA 变回双骨的DNA 这时候呢 它才能像刚刚那个DNA病毒一样 把自己的DNA送到细胞核里面去 OK 那这个进入到细胞核里面去的DNA 可能像我们刚刚讲的 它可能就直接又做出mRNA 跑到细胞子里面去 或者是呢 它可能会迁入到这个记组的DNA当中 这样可以吗 OK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它必须要先经过一个reverse transcription的步骤 把这个RNA 变成双骨的DNA 接下来呢 跟DNA病毒一样 跑到这个细胞核里面去 OK 在细胞核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DNA呢 它有可能会插入到记组的 蓝色体里面去 或者是DNA 蓝色质里面去 OK 之后呢 进行所谓的transcription 做出mRNA 这个mRNA一样跑到细胞子里面去 跑到哪里 我们刚刚讲过 到核糖体里面去 对不对 OK 遇到核糖体 进行所谓的transcription 做出蛋白质 之后呢 一样 把这个病毒的 蛋白质跟遗传物质 做一个包装 最后脱离这个记组 OK 好 所以这个例子呢 给各位看到 这边是用一个艾滋病毒 来当成一个例子 然后给各位 给各位稍微介绍一下 艾滋病毒在感染剂组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这个艾滋病毒 大家都有听过吧 都有听过吗 OK 那艾滋病毒感染的对象 是什么样的细胞 蛤 看嘛 什么叫做艾滋病 有没有听过 对 感染免疫系统 对 感染免疫系统 很好 终于有人愿意理我了 艾滋病毒是感染免疫系统里面的细胞 那是感染什么样的细胞 感染T细胞 OK 所以基本上艾滋病毒是感染T细胞 那他会把T细胞破坏掉 到最后我们体内没有T细胞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整个体内的免疫系统是不是瓦解掉 OK 所以基本上艾滋病的感染的患者 到最后他们发病的时候都是 受到其他 其他细菌的 其他细菌或病毒的感染 然后才发病 OK 本身艾滋病毒他只会杀死我们的T细胞 OK 癱瘫掉我们这个剂组的这个免疫系统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用一个这个艾滋病毒的这个例子 来跟各位解释 好 那如果你们想想看 今天假设 我要针对艾滋病来做一个防范的工作 来预防的工作 从他的这整个生活史 你们想想看 我可以从哪几个角度来下手 来预防这个艾滋病 或者 sorry 来治疗这个艾滋病 好我们不要讲预防 我们先讲治疗 如果假设今天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人已经被感染了 感染了之后 你今天去医院看 去医院找医生 那医生可能会给你一些药 你们想想看 有哪些药 医生通常会给你的 好 我刚刚已经跟各位介绍了嘛 整个艾滋病的生活史是这样嘛 他必须要感染 感染剂组之后呢 把RNA转换成为DNA 之后呢 他可能会把自己的DNA 插到剂组里面去 ok 然后之后做出蛋白质嘛 那如果假设今天一个病患 已经被感染了 被感染了 那我怎么样来治疗 这个 讲治疗大概比较天方夜谈一点 我讲说怎么样来把这个病毒 的那个 不要防止他的病情继续继续恶化 有哪些方法 ok 基本上你可以从几个点来下手 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 DNA变成 RNA变成DNA的过程叫 reverse transcription嘛 对不对 如果说假设我今天开发一个新药 能抑制这个步骤 我是不是能抑制这个 艾滋病毒 把他的RNA变成DNA 可以嘛 对不对 ok 如果说这个步骤没有效呢 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下一个步骤 他是不是要把这个 这个 插到这个 把他自己的DNA插到记组里面去 ok 我是不是可能找到一个药 去防止这个步骤的发生 ok 或者是底下的这个步骤 这个 这个 制造出来的这个 这个RNA的蛋白 这个 这个 艾滋病毒的蛋白 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些酵素 或者是一些蛋白 把这个他制造出来的蛋白把它切掉 防止他的组合 ok 所以基本上 可以从很多个角度去着手 那想想看 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艾滋病没有办法治疗 讲得很好 很多个步骤你都可以去做 为什么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治疗艾滋病 ok 你现在到医院去 假设被诊断出来 你有得到艾滋病 医生是不是会给你一些药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些药吗 不知道 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几种 抑制他RNA变DNA的过程 或给他一些蛋白 没把这个 这个这个 他做出来这些蛋白质给他切掉 可以从很多个方面来下手 好 那我想各位应该有听过所谓的 鸡尾酒疗法 有没有 鸡尾酒疗法是什么意思 一次用很多种药 会有抗腰性 那你想想看为什么艾滋病会有抗腰性 ok 基本上我们 我们来讲 经过这些这么多不同的步骤 好 艾滋病的病毒他的演变 他的整个每次在DNA复制 或者是 这个RNA变DNA这些过程当中 他会发生一些突变 ok 那如果每次发生一些突变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代表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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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艾滋病会有不同的 表现形出来 ok 那如果说你针对某一个步骤给药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经过几次的突变之后 你原来的那个药是不是就没有效了 ok 所以因为艾滋病毒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变化的速度非常的快 好 所以你如果通常你只投一种药的话 通常几个月之后 或几年之后 短期 短期的时间之后 他就没有效了 ok 原因就是因为他有抗药性会跑出来 好 所以我们希望能一次用 鸡尾酒疗法 一次从 很多不同方面来着手 给他不同的药 那希望一次就把病毒压下来 这样可以吗 ok 好 好 好 ok 所以基本上这个 投影片是介绍给各位 早期我们怎么样去发现艾滋病的 好 基本上你们都知道这个艾滋病的病毒感染 感染之后 我们现在已经都知道他会有一些症状 ok 那这些症状通常都是短期的之后就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症状 有些艾滋病的病患通常 可能会到几年以后 甚至十年二十年之后才会发病 对不对 ok 好那你可以看看早期他是怎么发现的 基本上从这张投影片可以给你看到 就是说早期呢 怎么样去找到这个病毒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类的病患在受到感染之后 他会有一些特征出来 那早期可以发现就是说 这个病毒其实是从这个淋巴结 里面去把它分离出来的 ok 分离出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就是在 这个是在实验室做细胞培养的部分 我们刚刚讲说这个 这个 我们现在当然已经知道了 艾滋病毒是感染T细胞 ok 假设你把这个T细胞分离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什么事 经过大概两周之后呢 会有很大量的病毒跑出来 那同时呢 这个T细胞会被杀死掉 ok 所以基本上早期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实验 来看到就是说 艾滋病是怎么样 他感染的对象是谁 ok 然后他会发生什么样的 他的整个生活史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 那后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就是说 艾滋病其实是感染T细胞 ok 那在感染T细胞之后 他会把T细胞杀死掉 也就破坏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 这样可以吗 ok 好 那基本上这张图只是给各位看到 整个整个整个 整个艾滋病毒他的结构长什么样子 你可以看到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很简单 里面就是他的遗传物质所谓的RNA的部分 ok 然后呢会有一些什么 这个红色的这边指的 reverse transcriptase 我们刚刚讲这个酵素是做什么用的 第一个步骤 感染的剂组之后 要先把RNA变回DNA ok 所以这个叫做反转入媒 这个反转入媒的工作就是把这个RNA变回DNA ok 那在外面呢 我们刚刚讲有所谓的蛋白质可体的部分 包在这个RNA的外面 那最外面是他所谓的envelope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envelope表面有一些 有一些蛋白质跑出来的部分 ok 那你可以看到这些跑出来的蛋白质 其实跟这个病毒的感染剂组的专一性 就非常的重要 没有这些蛋白质 这些艾滋病毒可能就没有办法针对T细胞来做感染 ok 那另外你可以想象的到的 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他的这个整个蛋白质的 蛋白质的 这个这个曝露出来这些蛋白质来设计什么 抗体 或设计这个那个疫苗 ok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打疫苗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能防止这个艾滋病的感染 有没有可能 好事实上是有可能的 ok 好只不过是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艾滋病的变化太大了 所以你如果说你只针对某一段的这个蛋白质去做 设计疫苗的话很可能 过了一阵子之后又有新的品种跑出来 你的疫苗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 这样可以吗 好 好 那基本上这边给各位看到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如果 被艾滋病感染之后 那个早期的症状会发生 发生 有哪些症状 好你可以看到 整个来讲的话会有 fever fever是什么 发烧的症状 对不对 ok然后呢 会有体重减轻 ok 那其他的症状呢 好像会有这个烟头炎 好然后嘴巴呢 会 会 会破 会症 像肌肉症痛这些东西 ok 肌肉症痛 ok 好 然后呢 这个像我们的这个肝脏 和Spring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皮脏 会有肿大的现象 ok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好 会有一些忧郁啊 头痛啊 还有一些神经 神经的一些病变 Neuropathy的部分 好 那甚至淋巴结 会有病变的现象 ok 皮肤表面呢 可能会长一些疹症 ok 然后消化系统方面 可能会有一些恶心啊 嘔吐的症状 ok 所以基本上来看的话 你们会发现其实你 早期受到艾滋病感染的话 会有一些症状 其实跟感冒 还蛮类似的嘛 发烧啊 喉咙痛啊 这些这些症状 好 所以基本上常常 你就是会忽略它 以为它是一个 什么感冒的症状 ok 好 那基本上很多 很大部分的 这个艾滋病的感染的病患 他们事实上也曾经说过 在感染之后 事实上很多的病患 是没有感受到任何症状 当然有表现出来的这个症 有表现出来这些症状的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有一部分的人甚至没有任何的症状 ok 那艾滋病其实越来越严重 大家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人被感染 那等一下还会有一些图给各位解释一下 那这边主要是告诉各位整个艾滋病感染人体之后呢 它发生了哪些事情 好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指的是什么 T细胞的数目 OK 红色的那个Y轴指的是这个艾滋病的量 好你们可以看到一开始呢 早期在感染的时候T细胞的数目还蛮多的 ok 那这个是感染六周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的数目局距的下降 ok 好这大概一个多月一个半月左右 大概六周左右 你可以看到T细胞的数目局距的下降 那随着时间的延长 好你可以看到经过大概十年之后 这个T细胞数目几乎是没有了 ok 这时候是不是可能就会发病 好这时候如果你被其他的这个病毒或细菌感染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体内的免疫系统几乎没有 任何的这个防御的能力 这时候有可能会发病了 这样可以吗 好相对来看我们看到红色是什么病毒的量 好你可以看到早期感染的时候 他的量还很低 好大概一个半月两个月的时候呢 这是什么高峰期 好这是病毒最多的时候 ok 好那之后呢你会看到病毒马上的下来 原因就是因为体内的免疫系统开始 出来攻击他嘛 ok但是因为艾滋病毒 他的他的作用主要就是在杀死我们的免疫系统 在杀死我们的T细胞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经过这个 十几年的奋斗到最后你的T细胞被杀死了 那病毒的数目持续的上升 ok到最后病毒的量就非常的多 所以从这个图你大概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相对的相对的量的问题 当你的病毒的量越来越增加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T细胞的数目越来越少 ok T细胞的数目少到一个程度 一旦你再受到第二次其他病毒或细菌的感染 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病 这样可以吗 ok 好 那基本上这个 看一下艾滋病大概是透过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这个路径来传染 好这个我想大家知道 ok 透过什么 透过危险的性行为嘛 这大家知道 主要就是因为体液的交换 还有呢 这是什么 共用针头 ok 通常你会发现就是说有一些吸毒的 吸毒的这个这个 有吸毒的这些人 他们在那个施打毒品的时候 有可能会共用针头嘛 ok 那在这样共用针头的过程当中 就造成血液的交换 ok 那这时候感染的几率也相当的高 ok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垂直传染 像妈妈也有可能会传染给胎儿 那 因为你可以发现就是现在的这个 医学的科技还像已经相当的进步了 所以基本上垂直感染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办法可以避免的 ok 得到艾滋病的妈妈 甚至有可能生出来这个 没有感染的小孩子 这都是有可能的 ok 那最后一个呢 我们刚刚讲过有一些人 喜欢在这个潜伏期的过程当中去捐血嘛 ok 那在这个潜伏期的过程当中 你血液是验不到抗体的 ok 那当这个需要血的病患 如果去输了这些 有受到感染的血液的时候 那这些血液是不是有可能就会跑到这个 这个 受捐者的身体里面 ok 那一样跟这个吸毒的共用针头是一样的 也是透过血液的交换来 然后来感染 ok 好 那这是现在来讲 这张投影片给各位看到 就是说在整个世界 上这个 这个 得到艾滋病的一个现况到底怎么样 当然这已经不是最新的啦 这大概一两年前的一些资料了 你可以看到严重的地方 像美国 这颜色这么深 这么多人感染 ok 像非洲像南非 ok 还有印度 那整个亚洲 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受到感染 ok 所以这个还蛮可怕的一个病 世界各地都 在不断的在散播 然后人数越来越多 ok 所以给各位看一下 好 那在讲完艾滋病毒 我们再接下来介绍另外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你们有没有听过 或许你们应该比我更更了解 好 因为这个SARS病毒 你们有接触 有接触过吧 好 那段时期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是在念什么样的 在国中还是小学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老是人还在国外 好 所以我不知道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我只知道那时候打电话回家 然后爸爸妈妈都会跟你讲说 好严重 大家都 都躲在家里面 然后出门都要戴口罩 然后只要发烧呢 那医院就马上把你抓去隔离 OK 好 那那一阵子 好 那基本上这个SARS病毒 也是另外一个 近年来我们比较重视的一个病毒 好 那基本上给各位看到 好 SARS病毒它是一个 好 这也是一个 它的遗传物质也是RNA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一样 它的结构 好 有一些这个蛋白质可体 好 以及这个envelope 包在外面 好 好 它属于这个冠状病毒的一种 OK 好 好 那基本上它的 传染的过程 好 其实它也是一样 好 可以透过性行为传染 好 透过那个 这个粪便 好 或者是水源或飞沫传染 其实这 跟艾滋病来比 是不是更可怕了一点 OK 好 艾滋病的感染一定要体力的交换 好 基本上你跟艾滋病的人握手 或者是 跟它皮肤的接触 这都不大可能会有感染的现象 除非你有伤口 OK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一类的病毒 其实比艾滋病更可怕 而且它会死人的 它不是慢性的 它是急性的 OK 好 那再来看看它发生什么事 好 一样病毒的感染 基本上就是脱不了那几个特征 好 一样会有头晕发烧 疲倦头痛 发忍咳嗽 喉咙痛 还有肌肉酸痛 OK 所以基本上它的这些特征都很像 病毒感染的特征大部分都就是这几 这几种 OK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发病的过程 你看 它一样感染之后 它会有大概七天的潜伏期 那七天之后就开始发病 发病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一直高烧 下来之后又高烧 OK 那通常你可以发现就是 这种病毒其实感染 它是急性的 OK 好 那你可以知道就是说 这个SARS的致病 致病能力还蛮强的 好 感染之后急性的发作 那通常就是有一些 会 会致死的一个现象就 就会跑出来 好 所以你要 你要这个预防这个病毒最好的方式 就像我们政府做的 就是隔离嘛 有得到病的 病人就把它全部隔离开来 好 让它没有传染 扩散的途径 好 那等到这些病人 等一的存活下来 或是死掉了 好 这个病毒就慢慢的 就会消失掉了 OK 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从这个图来看 好 它的整个病死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你能在早期就把它隔开的话 就能避免它的继续传播 好 那我想 不知道有一个理论 大家有没有听过 其实病毒寄生在物种身上 它的目的并不是要 他为了要杀死 杀死忌主 对不对 他如果杀死忌主的话 忌主也死了 他也死了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 你看像一些病毒 他早期 他的致病力相当的高 到最后 他就致病力 经过几次的突变演化之后 他的致病力或许就没有那么高了 因为他把忌主给杀死了 他自己也跟着死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 有一些病毒 到最后他的致病性 就没有那么强 OK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上 那我接下来要跟各位进一步 来介绍另外一个病毒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讲到这个SARS病毒的部分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最近我们会比较重视的 有听到情流 有听过情流感吧 有听过 那其实之前是不是被讲得好像很严重 大家都要赶快去打疫苗 然后避免他会发生大流行 OK 事实上还好啦 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可怕 那之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情流感 会让我们这么担心的原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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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没有根据的 事实上你可以从这个 等下会有一些图表资料 你就会看 以前事实上是有真的有大流行过 好 那 其实他可怕的原因 就是在于这个 我们现在要跟各位讲的 他会有所谓的这个 这个情流感 会有所谓的 antigenic shift 一个现象 好 那什么叫做antigenic shift 好 这边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其实 为什么鸟类的一个情流感 会让我们身为人类 感觉到这么可怕 事实上一个 一个从鸟类来的这个 这个流行性感冒病毒 他是如何到人类身上的 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会发生 第一个就是他没有经过任何突变 他有可能会直接感染 跳到我们人身上 OK 另外一个方式呢 你可以看到他或许也可以先感染 其他的动物像猪 OK 那在猪里面 然后再跳到我们人类身上 OK 那另外一个最可怕的 就所谓的antigenic shift 你可以看到当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情流感的病毒 到跑到猪里面之后呢 发生什么事 如果这个这个图子告诉各位 就是说如果一只猪呢 他同时受到来自于 鸟类 跟来自于人类的情流感 OK 这时候发生什么事 会有一些基因重组的现象 OK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病毒 在感染剂组之后发生什么事 他会大量复制自己的DNA或RNA 对不对 OK 那他会利用这个剂组的这个工具 来制造他自己的蛋白质 OK 那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当这个病毒 来自于这个鸟类的 跟来自于人类的病毒 同时感染到第三个 第三个这个 第三个物种 这边举的例子是猪 你可以看到呢 当这个病毒呢 要跑出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病毒感染剂组之后 他会复制嘛 然后制造新的蛋白质之后 会脱离这个剂组 那你可以看到 当他脱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我们知道病毒在脱离剂组的时候 他要把这个遗传物质 包附在这个蛋白质的外壳里面嘛 对不对 那他在包装这些蛋白质外壳的过程当中 如果发生了一些变异呢 OK 假设这个两个病毒 原本都是非常近似的 那他在包装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很大的几率 有可能会包到别人的 OK 你可以看到这个病毒 你看这个图画的 原本这个鸟类的病毒 我们假设都是 红色跟白色的好了 OK 那你看到这一个 来自于人类的是什么 黑色 蓝色 黄色 那他这两个病毒同时感染株之后呢 他在脱离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他包装了有什么 有白色 黄色 红色 黑色 也就是说他有两种不同的可能性嘛 有一些可能来自于鸟的 有一些来自于人类本身的 那对于人类来讲 这个很可怕啊 他这是一个新种的 新种的病毒嘛 因为他带有一部分是鸟类的特征 那这时候我们人类之前没有碰过这样的病毒 是不是就很可怕 OK 我们甚至没有疫苗嘛 OK 所以他可怕的地方就在于 就是说有所谓的这个 antigenic shift 的情况可能会发生 OK 两个 两个不同来源的病毒同时堪染同一个季组 那经过这个不同的排列组合 他会产生新的品种 这样新的品种跑出来之后呢 对我们这个人类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遇过这种新的品种 这样可以吗 OK 那我想各位一定有听过 前一阵子很流行的H1N1 指的是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吗 什么是所谓的H1N1 其实我们这个病毒 这个流行性感冒病毒的命名 主要是根据他这个表面抗原来做命名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边 讲的H1N1 所谓的H指的是什么 Hemaglutinin 就是血球宁极数这个蛋白 那N呢 指的是什么 Neuramides OK 神经氨酸酶酶 这个蛋白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病毒的抗原 OK 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他有几型 这个血球宁极数总共有15型 然后神经氨酸酶酶总共有9型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流行性感冒的病 流行性感冒病毒的命名 你可以发现他有什么 H1N1 H2N2 H3N2 这些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品种跑出来 OK 那你可以发现其实 这个这个都是 有大流行发生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1918年左右有一次大流行 那这个引起大流行的是这个物种 这个病毒 H1N1 到19多少 1970年左右 1970年左右又一次大流行 所以你按照这个时间来算的话 有可能下一次 又会一次大流行 OK 那你同时也看到有其他的H2N2 或H3N2 这些不同的病毒品种 都在各个不同的时候 然后会有所谓的大流行 所以我们现在会这么紧张 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你看到这些 来自于猪啊 或者是来自于这个鸟类的病毒 集体得到流行性感冒病毒 然后大量死亡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注意了 OK 他们或许有可能会直接跑到人类身上 那对我们人身上 如果一旦跑到人身上来讲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品种 OK 那这是相当的可怕的 OK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 这个新品种的H1N1 这个New Imbluenza A 你可以看到他在世界各地大流行 你可以看到这个 几乎 几乎整个都大流行了 OK 整个亚洲 还有欧洲 那你可以看到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都会有造成死亡的 这个已经有一些 已经有一些那个 这个人受到感染然后死亡的一个现象 所以为什么 在一两年前我们都知道嘛 有 政府有要大家赶快去打这个疫苗 OK 就是为了避免他这个东西 这个流行性感冒病毒大流行 OK 好 好 那基本上我刚刚跟各位介绍了几个 我们比较常见的病毒 像艾滋病毒 还有我们之前曾经经过的SARS 还有流行性感冒病毒 这都是我们常见的会致病的这些病毒 那当然会致病的细菌也有很多种啊 好 我们常见的 常听到哪些致病菌 哪一些会致病的细菌 前一阵子有没有听过什么 那个小黄瓜 来的那个 那个细菌感染 会有食物中毒的现象 在欧洲啊 吃那个生菜沙拉 有没有听到新闻 有嘛 所以那算是细菌的感染 OK 然后还有呢 有没有听过那个初血性大肠感菌 有听过嘛 那他也是算是细菌的一种 还有呢 我们比较常见的哪些细菌 肺结核引起肺结核的叫什么 结核感菌嘛 对不对 OK 好 然后还有什么 像一些金黄色菩萨球菌啊 或者是肺炎肺炎球菌啊 这些东西 OK 所以细菌有各式各样 好 那我今天不会花很多时间一个个 跟各位来介绍不同的细菌 造成什么样的疾病 好 那我会大概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细菌有哪些种类 OK 好 那从这边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细菌它的大小 跟我们刚刚病毒的大小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差异 它的大小大概是1到10micron左右 我们刚刚讲病毒大概多大 还记不记得 0点多个micron嘛 对不对 OK 所以你可以它发现就是细菌是比病毒还来的大 OK 病毒事实上是最小的 好 那 细菌呢 它其实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它没有跟我们一般的 这个 这个常见到的细胞 不大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没有一个细胞核 嘛 它是属于真核生物 OK 像我们人类的细胞是什么 属于什么 sorry 我刚刚讲错了 细菌是属于原核生物 好 像我们人类的算是真核生物 我们有细胞核 可以吗 好 那它们没有所谓的细胞核 OK 那它们有所谓的这个 这个类核的结构 也就是说它们这些遗传物质像DNA 是直接散乱在这个细胞当中 好 跟我们一般常见的 我们普鲁类细胞不大一样 好 我们有所谓的细胞核 好 那在细胞核里面当然有所谓的DNA 那DNA在细胞分裂的时候 我们会变成什么 染色体 这都有印象 这都知道 那细菌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没有所谓的细胞核 好 那如果你根据它的形态来看的话 细菌大概可以区分为几种 好 长得这个 一颗一颗圆圆的 我们叫什么 球菌 OK 好 那长得这个 像杆状的 长长的 好 叫杆菌 OK 好 那有所谓的这个螺旋菌 好 它的形态又更加的特殊 OK 好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发现就是 按照它的形态上面来分的话 可以分成这 这个 这个三种 有所谓的球菌 杆菌 还有螺旋菌 OK 好 好 那基本上这个图只是告诉各位 如果说我们不从外形 我们从它的这个能量来源来分类的话 细菌又大致上可以分成这几类 这边底下给各位看 有所谓什么 光合自营性的 有所谓化学自营性的 有所谓光合逸营性 还有这个化学逸营性的 什么是自营什么是逸营知道吗 什么是自营性的 就自己会产生能量的嘛 什么是逸营性的 要去吃别人 或者是要去摄取别的 别别外来的东西来得到能量 OK 好 所以光合细菌大家知道吗 会行光合作用的 就叫光合细菌嘛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基本上你从这个分类来看的话 好 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 它的碳源是来自于哪里 OK 假设这个碳源呢 是来自于光 好 这个我们就属于就是光合细菌类的 好 那这个另外一类的呢 是来自于别人的话 就是所谓的逸营性生物 OK 好 好 那从这个又可以来分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个这个能量来源 好 基本上是要必须要这个这个 可以自己产生的 好 和这个 好 需要透过别人来产生的 所以根据这些条件 你可以发现它大概可以分成四类 好 所谓的光合自营性生物 我们这边来看 它的能量是来源是什么 光嘛 需要光来进行光合作用 对不对 OK 好 那它的碳源是什么 来自于二氧化碳 我们都知道像一般的 一般的植物 或者是一般的光合细菌 它主要是什么 行光合作用嘛 OK 然后利用二氧化碳 合成什么 二氧化碳 然后再加上水嘛 会制造出一些什么 葡萄糖 还有氧气嘛 可以吗 好 一般植物是不是这样子 可以吗 那另外一个化学自营性生物呢 你看它的来源是什么 好 所谓的化学自营性生物 就是它的来源是一些其他的 无机的化学物质 它并不是行光合作用 好 那它的碳源一样 来自于二氧化碳 好 再看到第三类的 光合逸银性生物 好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行光合作用的 它的能量来源是来自于光 好 那它的碳源呢 是来自于其他的有机物质 OK 好 那最后一类的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叫什么 化学逸银性生物 好 好 能量来源是什么 一些有机的物质 好 然后它的碳源呢 也是来自于一些有机的物质 所以大致上来看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细菌分成这四类 这样可以吗 OK 好 这样可以 好 如果你们还有兴趣的话 我们还可以 可以再进一步来介绍 好 细菌的分类 还有细菌的种类 细菌的生活史 好 不过呢还要花相当多的时间 那我想在这边 好 只是要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这一堂课要上的是这个 疾病的防御以及 疾病的这个 嗯 入侵还有这个 这个防御的部分 好 所以我这一堂课介绍了 介绍了一些什么 病毒 还有一些细菌嘛 给各位有一些概念 那接下来我想要进一步来介绍 给各位知道 就是说 这些 这些 这些病菌啊 在进入 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来防御它 好 那基本上呢 首先要给各位看到 就是说 我们体内是不是有所谓的什么 防御机制嘛 OK 那这些防御机制包含了哪些东西 好 这边有一个list 给各位看 我们体内 参与我们防御的 这个 这个 防御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系 呃 参与防御的这些 这些组织包括些哪些 好 我们可以看到有来自于骨髓的 骨髓里面有什么 有所谓的B细胞 OK 好 那B细胞做什么用大家知不知道 B细胞是产生什么 抗体的嘛 对不对 好那这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好 B细胞是什么 针对外来的这些 侵入的这些病菌 我们会产生抗体去攻击它 好 那有所谓的T细胞 好 是在我们胸腺里面 好你可以看到有所谓的T细胞 那T细胞也是免疫系统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刚讲艾滋病是什么 破坏这个T细胞 OK 所以像艾滋病这一类的病毒 就是破坏我们的T细胞 最后瘫痪掉我们部分的免疫系统 OK 好 然后呢我们还有什么 所谓的凝巴结 OK 这等一下会有图给各位看凝巴结长什么样子 好 然后我们有所谓的皮胀 OK 皮胀也参与我们的所谓的防御系统 OK 然后最后呢 知不知道所谓的扁桃线有听过吗 OK 扁桃线也参与我们的这个 这个淋巴组织的一部分 OK 那这个图给各位看一下它整个分布在哪里 这边绿色的这个一条一条就是所谓的淋巴管 可以吗 OK 然后这个结成一球一球就是所谓的淋巴结 OK 那这整个叫做所谓的淋巴系统 那这淋巴系统跟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非常的相关 所以基本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淋巴系统 它在我们全身上下的分布 你可以看到那个管状像血管一样 到处分布 然后有所谓的一节一节的我们叫做淋巴结 OK 那在这些淋巴管淋巴结里面就有 有我们所谓的这些免疫系统的这些细胞 那主要的功能就是在防御或者是清除我们被感染 被这个细菌或病毒感染 OK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刚刚讲的这所谓的Tonsol 也就是扁桃腺 就是 这个呢扁桃腺的功能是在预防这个病菌的入侵 从我们这个鼻子或口部的这些病菌 可以预防他们的这些病菌的入侵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刚刚也讲到所谓的骨髓 骨髓里面有所谓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 这些B细胞 这些会产生抗体的B细胞 胸腺呢 有所谓的T细胞 T细胞在胸腺里面 会有一个成熟的现象 在T细胞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知道T细胞它参与的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 它会 它会去什么 辩论是不是你自己的 OK 如果是你自己的T细胞不会去攻击它嘛 对不对 如果是外来的东西T细胞就会去攻击它 这样可以吗 所以T细胞呢 基本上是在我们这个胸腺的地方 有一个成熟的过程 那在胸腺呢 这个成熟的过程 它会去辨识 到底是我们身体里面自己的 还是一个外来的 入侵的一个病菌 OK 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 这些组织器官之外呢 还有所谓的 我们刚刚讲Spring 所谓的皮胀 那在皮胀里面呢 有所谓的B细胞T细胞 这我们刚刚都讲过 在皮胀里面呢 它是负责什么 可以清除这些废物啊 这些死掉的细胞啊 或者是一些病菌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基本上这个图 画出来给各位看到了 像一些淋巴系统 以及我们身体一些 跟免疫系统有关的这些器官 稍微给各位看一下 整个参与我们免疫系统防御组织 在我们身体里面 防御组织的这些器官 包括些哪些 那希望各位有一些概念 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我要继续了喔 好 那接下来一个个来看 如果你可以看 如果你可以看到这张投影片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 我们把刚刚的这个 这个这个 不同的器官一个个抓出来 你可以看到第一个是什么 骨髓嘛 我们刚刚讲到骨髓 你可以看到有所谓的淋巴球啊 有所谓的丹荷球这些东西 那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胸腺 胸腺 我们刚刚讲到胸腺是 是主要是什么 T细胞在这里面 会有成熟的一个过程嘛 OK 好 那接下来这是什么 淋巴结喔 淋巴结 当你这个受到感染的时候 淋巴结会有所谓的肿大 会有肿大的现象嘛 对不对 好大部分就是 这些免疫系统会靠过来 清除掉这些受到感染的 受到感染的这些细胞组织嘛 OK 好 那刚刚我们讲到Splink 我们脾胀里面 脾胀里面 脾胀里面有很多的B细胞跟T细胞 这些免疫气泡主要就是要清除这些病菌 好 这样可以 好 那基本上这个我们身体里面 有所谓的这个两道的这个 这个防御的机制 第一道的防御机制 就是我们叫做所谓的什么 non-specific 非专一性的一个防御系统 好 那这是属于什么 Innet Innet所谓就是这个天性的 天生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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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免疫系统 好那这包括些哪些呢 这边给各位看到 好 所谓非专一性的免疫系统 包括一些什么 这个可以看到的 Barries to Entry 指是什么 像我们皮肤嘛 对不对 我们皮肤是不是 基本上就这个皮肤的功能 不大容易让一些病菌侵入嘛 基本上如果你没有伤口的话 这些病毒或细菌要进来 是不是很困难 OK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物理的屏障 OK 基本上没有伤口的话 这些病菌要进来很困难的 OK 那除了这个呢 进来之后 如果说万一你真的是被细菌感染了 你手上有一道伤口 然后这些细菌 或者是病毒感染 经过这个伤口感染你的 进入之后 会有哪些东西来 来防御它 好 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这个 像是一些保护性的蛋白 好 那这边指的是什么 Complementary Complement protein 指的是像一些补体 好 这补体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这个土拉过来在这边 好 这是一个细菌 OK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补体 它的功能就是在这个细菌上面围成一圈 然后打一个洞 OK 如果它围成一圈 然后就是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细菌表面 是不是有很多的孔洞 OK 如果一个细菌表面发生了很多孔洞 会发生什么事 蛤 是不是就会瓦解掉 OK 内外的这个渗透压什么 发生的变化 或酸碱度发生变化 这个细菌就会死掉 OK 所以这个像是一些保护性的蛋白 它会找到这个 入侵的细菌在上面 绕成一圈 然后变成这些孔洞 好 这些孔洞 基本上会让这个里面的东西跑出来 或让外面的东西跑进去 最后这个细菌瓦解掉 OK 好 那第三类的是什么 第三类的就是一些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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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gocyte 和Nature Killer Cell Fagocyte指的是这些 像一些吞噬细胞 OK 那这些吞噬细胞 你可以看到包括一些什么 像这个Marcofage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巨噬细胞 有没有听过 这个Marcofage的功能 你可以看到它化的 就是把这个细菌整个吞进去 OK 它会把这个入侵进来的细菌 把它吞进去 然后最后把它分解掉 OK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会有所谓的Implementary Response 就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 这个发炎反应 好 发炎反应 大家知道吗 好 发炎反应主要的就是 我们看到下一张图 这会更清楚一点 告诉你发炎反应是什么 什么 什么样的过程 好 当你这个身体 好 被这个细菌或病毒感染之后 发生什么事情 你可以看到这边画的是一个细菌 当细菌呢 跑进来了之后呢 就有所谓的发炎反应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 这个 第一个步骤会发生什么事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受伤的这个部分呢 会 这些受伤的细胞 会产生一些什么 像 histamine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是什么 组织胺有听过吗 OK 那这个组织胺的东西 它会引起什么 所谓的红热肿痛 对不对 OK 会有这些现象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组织胺跑出来之后呢 它会发生什么事 就像我刚刚讲的 会引起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红热肿痛的现象 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会引导这些 参与这个 清除的这些 这些 这些细胞呢 跑过来 这边指的像什么 像Marcofage 我们刚刚有讲到的 巨氏细胞 它会跑过来 跑过来这受伤的附近 把这个 这个细菌把它吃掉 OK 那像其他的呢 可以看到这些 单核球 中性球 它会跑过来 跑到这个受伤的部位 然后把这个受伤部位 附近的这些 这些细胞呢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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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菌的把它给吃掉 这样可以吗 所以基本上 我们刚刚讲的是 我们身体里面的第一道防线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回忆一下 包括些什么 像是我们皮肤 像是一些物理的 是一个基本的物理屏障 那有所谓的保护性蛋白 像补体这一类的东西 OK 那有所谓的像这些 巨氏细胞 会吞噬的这些细胞 以及这个免疫反应 不是发炎反应 所以基本上这四大类 都是属于什么 非专因性的 非专因性的免疫反应 这样可以吗 好 好 那第二种是所谓的什么呢 好在这边讲到是所谓的 我们刚刚讲的是非专因性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 专因性的免疫反应 OK 好 那基本上专因性的免疫反应指的就是 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B细胞 T细胞 就是所谓的专因性的免疫反应 好 那基本上为什么叫它专因性的 指的就是 这些免疫细胞会是会去辨识特定的 病菌来做攻击 OK 好 那这包含哪些 好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B细胞 T细胞这些东西 好 那必须呢 有几个步骤来发生这个专因性的免疫系统 好 你可以看到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好 它必须要去辨识这些抗原 也就是说这个特定的病菌在进入身体里面 好 我们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会去辨识 是哪一种细菌或病毒的感染 OK 好 那基本上呢 它会有一个特定的这个 这个这个 像这个特定的细菌是不是可能带有特定的这个表面蛋白 这个我们叫做一个抗原嘛 OK 好 那这些免疫系统呢 会先去辨识它 好 所以你看到第二个步骤呢 在这个辨识了之后呢 它会开始有一些反应 好 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免疫系统在 在 也就是说他们在辨识这些病菌之后 它发生出来的反应是什么 就像 产生一些抗体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就是所谓的专因性跟非专因性 大家可以吗 好 所谓的非专因性就是不是专因性的 也就是说 像我们刚刚讲那些物理屏障啊 或者是一些保护性蛋白或是发炎反应 这些都是很 很一般的免疫反应 好 那跟我们在这边所讲的这个专因性是不大一样的 这边专因性的免疫反应主要是辨识特定的病菌 好 那在辨识完之后 这些免疫系统才能针对这些特定的这些病菌来加以攻击 OK 好 好那这边给各位看到的 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专因性的免疫反应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两种主要我要提到的细胞 分别是什么 所谓的T细胞和所谓的B细胞 OK T细胞跟B细胞主要的功能其实不大一样 T细胞主要的功能在干嘛 好我们刚刚都知道就是说有一些病毒侵入到我们这个身体里面之后 是不是会被一些细胞给吞吃进去 对不对 这些都是属于非专因性的嘛 还记不记得 OK 一旦被吞吃进去了之后 这边用一个例子给各位看 像这一颗细菌呢被吃进去之后 它会被分解成一块一块的 好 那分解成一块一块的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有一小块的 有一小部分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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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的或病毒的残骸 会被曝露到这个细胞的表面 当它被曝露到细胞表面之后呢 我们会有所谓的T细胞 好在这边指的是TH细胞 全名叫T-helpercell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TH细胞呢 它会去辨识这个特定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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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表现出来的这个 这个细菌的部分的残骸 好 那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T细胞呢 在这个动作 在这个辨识完之后呢 它会有所谓的活化的现象 这时候发生什么事 这个T细胞呢会大量的增生 会大量的这个分裂 OK 那这个T细胞呢 之后呢会发生什么事 第一个呢 它会去活化所谓的这个这个 这个B细胞 OK 好你可以看到这个B细胞会被它活化 活化了之后呢 会让这个B细胞去产生所谓的抗体 OK 所以T 我们为什么叫做T-helpercell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T细胞呢 它会去帮忙B细胞的活化 那B细胞一旦被它活化之后呢 它会产生抗体 这个抗体呢 将来就能拿来对抗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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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我们吃进去的这个细菌 这样可以吗 OK 好 那除了这个这个帮助B细胞的活化之外呢 T细胞呢 我们刚刚讲这个活化的T细胞 有一类呢会变成这个T-C-cell 也就是Cytotoxic T-cell 毒杀T细胞 OK 这个T细胞它的功能主要就是干嘛 去杀死那些已经被感染 被感染的细胞了 假设你身体里面 已经已经有一些细胞 已经被这个病毒或细菌感染了 OK 那它这个病毒或细菌寄生在你的细胞里面 其实这个细胞如果你不把它杀死 其实是不是不好的 OK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T-C-cell 它主要的功能呢 它就是去杀死那些已经被感染的 这些正常的细胞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 专一性的免疫系统 其实就是这两种细胞来参与 所谓的B细胞跟T细胞 这两种细胞来参与 这样可以吗 OK 好 所以我刚刚讲的所谓的专一性的免疫系统 跟非专一性的免疫系统 我希望你们稍微了解一下 它的差别在哪里 OK 好 那基本上 接下来这个表值给各位看一下 除了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 这个B细胞T细胞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 在血球 在我们血液里面还有 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这个参与免疫反应的细胞 好 在这边给各位看到 我们血液里面有所谓的红血球 白血球嘛 对不对 我想以前你们老师大概都有教过 白血球是 在做什么的 参与免疫系统 红血球是运输氧气的嘛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基本上白血球里面又分成好几种 你看有所谓的四中性白血球 四酸性还有四碱性 OK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 这些不同的白血球 你可以从它的这个形状或外观来 来做区分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个 比如说这个四中性白血球 它主要的目标是针对谁 细菌还有真菌的感染 OK 如果有细菌或真菌的感染的时候 这个四中性白血球 它就会负责去清除这些 这些细菌或真菌 那至于所谓的四酸性白血球 它的对象是谁呢 它参与的是寄生虫 以及过敏反应 OK 那四酸性白血球呢 主要还是跟过敏反应有关系 OK 那至于B细胞跟T细胞 这我们刚刚有讲过了 B细胞跟T细胞 这主要是参与 专因性的免疫反应 各式各样的这个 这个细菌啊 或者是病毒的感染 都是由这个T细胞跟B细胞来参与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所谓的这个自然杀手细胞 Nature Killer Cells 那这就是跟这个癌症有关系 当这个癌细胞跑出来的时候 这个自然杀手细胞 会去辨识这些癌细胞 然后去攻击这些癌细胞 OK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有所谓的单核球跟聚氏细胞 那他们的对象就是多方面的 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些病毒续菌之外 像真菌他也会去攻击 OK 好 所以这张图 头影片只是给各位一个整个整个整个overview 在我们体内的这个这些 这些参与免疫系统这些细胞 各自是负责哪些工作 好 好 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要继续喔 好 好 那基本上呢 接下来给各位看到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免疫系统 如果说你今天被一个病毒或细菌感染了 你能做哪些事情 OK 那在这边这张图影片就告诉各位说 有所谓的主动免疫和被动免疫 好 什么叫做主动免疫 OK 所谓的主动免疫是什么 好 在这边可以可以看到他的定义是 develops naturally after a person infect with a pathogen OK 所谓的主动免疫呢 就是说 你可以身体里面自己产生这个免疫系统 来去对抗他 那通常来讲的话 好 像打疫苗 这是所谓的主动免疫 OK 好我们打了一个疫苗 好 让你先 让你身体先知道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嗯 嗯 我们利用这个疫苗呢 先引起这个免疫反应 让你身体先知道 如何去对抗这个病毒 等到下次呢 这个病毒真的感染你的时候 你很快速的把它清除掉 OK OK 那被动免疫呢 什么叫被动免疫 OK 所谓的主动免疫 我们刚刚讲的身体自己产生免疫反应 这就是所谓的主动免疫 OK 那被动免疫呢 OK OK 我们直接就是给感染 假设你今天被病毒感染了 OK 然后你身体又没有抗体 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这个抗体 你不用等到身体的免疫系统 产生抗体 你可以先直接给这个病人抗体 OK 直接给抗体把这个抗原抓住 这时候你是不是可以 也可以来清除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外来的这个病菌 OK 所以提供抗体这种方法 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 被动免疫的部分 那被动免疫跟主动免疫的部分 这样可以吗 一个是身体自己产生抗体 另外一个是你提供抗体 直接把抗体打到身体里面 直接让这些抗体去清除 你身体里面的这些病菌 OK 那但是被动免疫 被动免疫有很大的 有很大的缺点 有什么缺点 通常呢 我们刚刚有 我们刚知道就是说 如果是主动免疫的话 我们身体 我们身体这些B细胞 产生抗体 那通常这些B细胞 会有所谓的记忆 也就是说 他第一次 遇到这个 这个 这个病菌的时候 他可能会稍微久一点 他才能产生抗体 但是一旦他被感染过之后 他曾经经历过这个病毒 或细菌之后 第二次他碰到他的时候 他很快就有反应 OK 所以这是我们主动免疫的部分 但是被动免疫 因为你给的是抗体 对不对 所以当你给的只是抗体的时候 如果这次你身体里面的B细胞是没有 没有 还是一样他没有遇过这一类的这个病毒 所以他基本上他的缺点是 他是很短暂的 OK 他是很短暂 他没有办法像我们自己产生的免疫系统 可以维持一个比较长久的时间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这边提到的 Passive Immunity is short-lived 基本上他是很短暂的 OK 所以他能短期的治好你的病 但是长期来讲 他不像是主动免疫这么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 好 那基本上这只是一个图给各位看 你可以去 像你可以去医院打疫苗 OK 或者是什么 像刚出生的婴儿 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吃母乳会比较好 因为你可以拿到一些免疫球蛋白 像一些抗体 可以从母乳当中来获得 所以婴儿吃母乳 事实上是比较免疫系统 对于他的这个抵抗力是比较好的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基本上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疾病 受到感染的时候 你身体会产生免疫系统 其实这些免疫系统 事实上也有作怪的时候 这边来讲的话 我举三个例子给各位看 其实免疫系统非常的重要 他如果正常来运作的话 对我们身体的 对我们身体来讲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抵抗这些外来的病菌 但是如果说他失控了怎么办 他其实不好的 好那有几个 有几个例子给各位看 好 像免疫系统呢 好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器官捐赠的问题 最大的最大要克服的地方 就是组织排斥 大家有没有听过 OK 当你移植了一个另外一个人的一个器官到你身体 这时候你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会不会去辨识他 会嘛 因为他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嘛 OK 所以他会认为他是一个外来的东西 他会去攻击他 所以 免疫系统会有所谓 可以参与所谓的组织排斥的问题 OK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有没有听过自体免疫 自体免疫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自体免疫 自体 所谓的自体免疫 就是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去攻击自己的组织嘛 这样可以吗 好 好那等一下有几张投影片给各位看 自体免疫疾病到底怎么一回事 然后呢 还有一类的像是我们过敏反应 有没有人会 到冬天 或者是闻到花粉的时候拼命打喷嚏流鼻水 有人会这样吗 OK 那这是过敏反应的一种 当过敏反应非常严重的时候 有人过敏到甚至没有办法呼吸 有些人必须要去打一些药 来把这个免疫系统压下来 因为这个免疫系统过度的旺盛 OK 好 好那这边给各位看了 这是什么知道吗 好你可以看到这整个关节都肿起来了 这是什么东西 风湿性关节炎吗 对不对 好你可以看到是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的这个 这个什么 像这个关节的地方 你的免疫系统去攻击他的时候 他就整个肿起来 OK 好 好 那像这个呢 这是一个女孩子 你看她的脸 红红的 有没有听过所谓的红斑性囊仓 有吗 所以像这一类的病人就是他免疫系统是失控了 他自己 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去攻击他自己 OK 所以像这些都是算是自体免疫疾病 自己的免疫系统去攻击他自己 OK OK 好 那这应该是最后一张头影片了 给各位看一下 除了我们刚刚讲说那些自体免疫疾病 还有所谓的什么 过敏反应 OK 过敏反应是怎么一回事 OK 在这边举的例子是像一个花粉 像这个花粉 跑到你身体 当你吸进去的时候 这个花粉碰到什么 碰到所谓的Must Cell 我们身体里面的有一些像是这个Must Cell 这些东西 他会去辨识这些花粉 OK 那这个当他辨识 当他遇到这个花粉的时候 这个Must Cell 会产生一些什么 像组织胺这些东西 好 我们刚刚讲说组织胺所引起的是什么 过像是这种发炎反应这样子 会有所谓的红热肿痛 OK 所以当你的你的鼻子 我们讲像你的鼻子 如果过敏的时候 当你吸到花粉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好 这时候你的这个鼻子里面这些细胞 产生了一大堆的组织胺 让你的这个什么 鼻子里面的微血管 或者是鼻子里面的组织 发生什么 红热肿痛 这时候你可能大概不断的流鼻水 好 不断的打喷嚏 相当的难过 OK 好那市面上 治疗过敏的 我们大部分是用什么药各位知道吗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什么 组织胺嘛 所以大部分你们去医院 如果去看医生的话 那个耳鼻喉科的医师 大概开给你的 就是一些抗组织胺的药物 OK 因为把组织胺把它压下来 基本上你就不会有所谓的发炎的现象 OK 这时候你大概你的这些症状 像你的这个流鼻水 呼吸困难这些症状 就大概能解除嘛 这样可以吗 好所以大部分到医院去 医生开给你的药 大概就是一些抗组织胺的药 OK